今天 商务部发布新一期 美国旅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情况报告 在2023年8月发布的首份报告的基础上 全面梳理美国旅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概况 并做总体评价 报告指出 过去一年来 美国打着所谓去风险的幌子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不断升级单边制裁措施 频繁实施歧视性措施 持续提高关税壁垒 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严峻挑战 严重损害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利益 是多边贸易体制破坏者 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 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操纵者 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 报告敦促美国及时纠正错误言行 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身承诺 早日真正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 开放 透明 包容 非歧视的多边主义大家庭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成员一道 共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 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